这家便利店的工作人员正在店内整理货物 就在这时走进了一位奇怪的男性顾客 据当天值班的小李回忆 这名顾客进店之后并没有着急购物 而是在这家不足30平方米的便利店左沽右盼 起初小李以为这位顾客在寻找商品 所以并没有在意 监控画面中这名身穿深色上衣的男子戴着一个蓝色口罩 看上去似乎是要尽可能的遮挡自己的容貌 男子在进店几分钟后看到店内工作人员小李并不在收银柜台 便假装结账将小李叫到了收银柜台内 当时就说要买烟 我当时在离货 然后在那边离货 然后完了我看他在这儿要烟 然后过来烟给他拿了 然后马扫完之后就是叫他掏钱 然后他突然就拿出一把刀 然后就说是把钱就要拽我嘛 然后我就向我退了一下 他说是叫把那个钱全部拿出来 然后在假装付账的时候把刀拿出来 威胁收银柜员让收银柜员把收银台打开把钱拿走 面对突如其来的抢劫小李一时手足无措 在男子的再三威胁下 小李将当晚收银台里的一千余元现金交给了他 抢劫得手后男子迅速逃离了案发现场 惊魂未定的小李看着嫌疑人走后他立即报了警 西安市雁塔分局接到报警后派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现场勘察工作 也看到了刚才在店里头把地面处理过了 而且还有一些物证了什么痕迹了我们都已经提取了 现在就是通过监控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进门出门的时候 有触碰过这个门上的玻璃 我们现在正在仔细地寻找嫌疑人的指纹 还有他的接触性DNA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突发的抢劫案让小李依然惶恐不已 当时这个心情是啥 当时特别害怕 反正就是当时我脸都发呆了 杀白 开发的很难都 站那会儿都傻了 当时我们警方的压力也特别大 然后我们分局也是高度的重视 调集这个精干警力 然后成立这个专案组 尤其是像这种担任女性 营养员的这些便利店 如果就是营养员在被抢务的过程中 发生了呼叫反抗 很容易导致成为 比如来说 抢劫杀人一类的恶情案件 被抢的这家便利店 被于西安市燕塔区的闹市区 被抢的时间则是在夜深人静 人们都已经熟睡的时候 这个时候便利店正在清点货物 店员的警惕性也比较低 并且 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 戴了刀还戴了口罩 显然 嫌疑人为了实施这次作案 做了精心的准备 那么之后 嫌疑人跑去了哪里呢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午夜时分 便利店预解 监控中段 人海茫茫 嫌疑人究竟逃往何处 千里追踪 嫌疑人究竟身在何处 监控下的疯狂 一线正在播出 案发的便利店 安装了比较完备的监控设施 西安市雁塔分区的民警 赶到现场后 对监控录像 反复进行了观看 他就说是 钱全部拿出来 还有那个烟 然后其他话也没说 他就说的是 普通话也听不来是男人 通过对这个被害人的 这个了解 被害人描述这个 嫌疑人他 体态比较瘦 体态算是水龙的比较瘦的 然后身高大概就在 1米7到1米75之间 根据当事人的描述 以及案发地监控探头 捕捉下的画面 白岸迷警很快便确定下来了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案件发生的便利店 地处繁华路段 到了两侧 密布监控探头 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几乎都被警方掌握 按照我们日常的 就是 固定动作 就是尽量通过我们的 这个天网工程 和社会的摄像头 要把它的这个来去路线 正常的话都应该穿起来 甚至就是说 如果条件好的话 我们一直可以把它追到家里去 警方很快掉去了沿途监控 在视频追踪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 这名迟到男子 从便利店出来后 一路小跑离开 包括我们公安局自己装的这些 卡点的监控 然后一路去追踪 线路就是从这个 126这个电力四路 这个丁路我的便利店 一路先是往西 然后他再往南 往南之后就是 现在是一个城中村 叫南山门 南山门口村 然后他就监控能看到他 从这个南山门口村 最北边这个巷子进村了 民警判断 嫌疑目标很有可能 就住在这个城中村之中 而在他进入这个城中村后 也没有离开的行迹 整个这个城中村 它这个监控效果是 就是基本上没有监控 因为村子的监控 当时我们调的时候是 10月多的时候就坏了 坏了之后 它一直都没有修 因为这个属于村委会的 村委会计是没有修 然后他这个村是 西北口进去的 然后他东边有两个出口 分别是一南一北 因为当时他进去之后 我们判定 你要么就是在这个村子 要么就是从这个村子 穿村而过来 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接下来对这名嫌疑人的实地搜查 并没有发现他的下落 那么嫌疑人究竟去了哪里 在对现有线索 进行一番梳理过后 专案组成员找到了其中的缘由 第一 他有可能居住在这个小巷里 第二 有可能他利用监控的盲区 对他的追踪进行了摆脱 我们也组织了大量的警力 在他消失的小巷里进行了 磨排走法 结果这两人 并没有在这个小巷里住 所以他们就是 应该是我们判断的第二种可能 就是他们对当地的地形比较熟悉 知道哪一块是监控盲区 利用监控盲区摆脱了我们的追踪 虽然掌握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 可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它 可谓是大海捞针 就在艰难的侦办过程中 一连串的抢劫案 在继续发生着 所幸监控设备记录下了 多起抢劫案件发生的过程 而且民警发现 嫌疑人并非一个人在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从2015年12月23日的监控中 民警发现 嫌疑人是两个人 在涉及的多起抢劫案中 他们时而单独行动 时而一起行动 嫌疑人有两个 第一个嫌疑人是 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 个子比较 就算是矮小吧 反正比较瘦 当时还是个长头发 一般在作案的时候 他会戴着医用口罩 蓝色的医用口罩 还有一个嫌疑人 他身高稍微高一点 有一米七六左右吧 然后也是长头发 作案的时候 也是戴着医用口罩 他们两个人 共同作案的有两起 共同作案的时候 就是一个在门口把封 不让别人进 把封 然后另一个人去持刀 以相同的方式 去进行抢劫 而且每次作案 嫌疑人使用的方法 也基本类似 他们几乎都选择 在凌晨作案 以满烟 寄引收银员注意 然后在付账的时候 把刀拿出来 威胁收银员 把钱抢走 他们选择的这个 抢劫的这个便利店 一般都是一名 或者两名女性 就是有男性的话 他就不抢 但是女性的话 一名两名 他们都会实施这个抢劫 从衣着判断 两个人的生活 应该比较拮据 因为他们在长达 将近一个月的 这个作案当中 基本上都穿的是 同样的服装 中间就更换过一次衣服 嫌疑人疯狂作案 戏眼嚣张 警方判断 他们并不会收手 根据之前掌握的情况 民警一方面 对嫌疑人 可能出现的地点 进行布控 同时加大了 对辖区的巡逻力度 力争在嫌疑人 再次出现时 能够立即将其抓获 网易铺开 接下来 民警等待的是 嫌疑人的再次出现 嫌疑人很狡猾 他一般做完案以后 首先是头部 就跑步 迅速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以后 他也不坐车 也不干什么 因为他一般 这个抢劫的地方的话 这个编利店的话 都离那个城中村 不是很远 他就迅速嘛 就进入城中村 然后在城中村里面 他不会停留时间太长 正如警方所料 面对警方知就着大网 嫌疑人似乎并没有收手的打算 就在民警进行秘密布控的这段时间里 辖区还在陆续发生便利店抢劫案件 由于这个贩毒嫌疑人 都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他们抢完之后 会先选择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 对我们可能产生的这个侦察进行摆脱 于是警方在继续布控的同时 主动出击 根据嫌疑人消失的方位 民警刻画出了几个 他们可能逃算的方向 加派人手进行逐一甄别 就在一个小旅馆里面 就拍撒了书 这个时候我就拿着那个头片的话 就在那个小旅馆里面 就问那个老板 老板说这个人看着 好像在我这个楼上的 有个305房间住着 我就问那房间住了几个人 他是两个人 而且说到这个情况 我一听 就和我们要找的两个嫌疑人特别像 得知这个信息后 专案组立即调派警力 在旅馆老板的配合下 打开了可疑房间 房间里面有一名男子正在睡觉 然而民警发现 这名男子和他们在视频监控里面 看到的两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并不相符 这时另一路警方又传来一个消息 又有两名可疑人员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民警在排查一段监控录像时意外发现 这两个人的体态和嫌疑人非常相似 在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很渺茫的时候 被嫌疑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 突然我们在其他的一段视频 发现了这两个人的行踪 无论从外在的特点 还有衣着的特点 甚至包括行走的这些状态 因为行走这个东西 人是特定走路的不服的姿态 我们大家心里就是非常激动 发现可疑人员的地方 是一个城中村叫沙井村 民警立即赶到了沙井村 一直守到凌晨的一点多 终于等到了监控中的两名可疑人员 但是当警方对他们进行询问后 却大失所望 这两个人是在我们南郊一个餐厅里 一个是做白案的厨子 一个是服务员 然后我们又排 就用我们的方法排除掉人家的可能性 本来眼看着就要抓到嫌疑人了 可是又一次领民警失望 嫌疑人究竟是谁身在何方 就在警方寻找新的线索时 嫌疑人再次作案 嫌疑人这次作案并非一人 而是两人同行 与之前的作案手法一样 一个人在门口看守 另一个人进店假装购物 在结账的时候 拿出匕首威胁店员 将收银台里的钱全部给他 赞那些anim开装购物 composer提出事情 Sense 员 弄得 被抢了之后 我们也是立马就派员过去 先把这个店里的这些监控全部掉了 掉了之后 然后现场一看之后 因为前面有好多起这个案子 我们对这个嫌疑人也印象十分深刻 一看就是他们俩干的 就跟前面那样子就并上了 此时已经是新年元旦 检医人连续作案 在辖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气氛 警方迟迟不能破案 也让辖区群众议论纷纷 因为这个不像单次作案 地点大概就是那些地点 人员也没有话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发生 老百姓对我们非常不满 我们自己也觉得 有点对不住我们穿的这件警服 当时就是有一个高个子的先进来 然后他在那边去买了东西 然后到收音台跟前来 然后后来又进来一个矮一点的男生 然后就在门口站着呢 然后他就当时还要了一包烟 准备要结账的时候 拿出来一把大概这么长的一把刀 然后就出于紧张心的 我就把收音台里面钱给他了 就这样 当时就吓懵了 然后比较紧张 害怕嘛 警方赶到便利店后 对便利店周边的监控 进行调取和走访摸牌 发现嫌疑人逃跑以后 跑到附近一所大学里面去了 两名嫌疑人在跨年夜的凌晨 再次实施作案 案发地的不远处 就是一所大学 根据监控显示 这两名嫌疑人在作案之后 进入了这所大学 难道说 他们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吗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一个疑点就无法解释 那就是 此前这两名嫌疑人 为什么都是逃往了城中村呢 这是嫌疑人 在故意混淆警方的判断 还是说警方的侦查方向 再次出现了偏离 人海茫茫 嫌疑人难逆踪迹 一路追踪能否发现新的线索 监控下的疯狂 一线正在不出 劫飞选择 在新年的第一天再度作案 这让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 倍感压力 不过 可惜的是 嫌疑人这次选择了逃跑方向 为警方侦破工作 提供了更多线索 民警立即对嫌疑人 跑入了学校进行了调查 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抢劫便利店后逃到这所学校呢 他在这所学校又做了些什么呢 警方随即对周边进行调查分歧 发现在嫌疑人翻墙的外面那个地方 还有个便利店 警方就去那个便利店把监控调出来了 当时便利店里有三名男子在购物 同时便利店里值班的有一名女营业员和一名男营业员 所以他可能翻出去想作案一看 里面同时有五个人 这三名男的顾客走了以后 店里面还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他是不是考虑到他们两个人 把这两名营业员不能同时控制 警方根据监控发现 他们从这个学校的西门出去 然后向西走去 过了天桥 他们一路步行 并最终上了一辆出租车 过去的治安监控刚好就这个 他刚好就能把这个监控盗住 就看不见他在那里干啥 这个时候他就过去了以后 他挡了出租车 刚一过天天桥他挡了一辆出租车 他走了 警方立即赶到出租车管理中心 进行走访调查 经过一番走访询问 民警找到了案发当晚 搭载这两名嫌疑人的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师傅非常地配合 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人的 基本的这个语言特征 还有他们的外貌特征 让我们就是 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 这个这两个就是 我们这系列强劫便利店 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因为他也是从观后镜看到的 从观后镜上看这两个人的 就是起码衣着的特征他能看到 然后语言的特点 就他说应该是西北口音的普通话 这个我们又反复地 又问这个被害人 被害人也能证明 就好像这个普通话不是很流利 而且有一定的就是地域特征 出租车司机告诉警方 当晚他将搭车的两名嫌疑人 拿到了雁塔区东一路附近 与上次相同的是 两名嫌疑人再次在一个监控盲区内消失 而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嫌疑人做完后 是直接打车来到目的地 而且身上带有大量脏物 一切迹象表明 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附近 对于民警而言 案件的告破似乎近在眼前 派人就三组人就在那蹲守 事物回忆他们是 他把这个两个嫌疑人 最后拉到了 先是东一路的这个 东一路派出所辖区内的一个点 然后在那块停了 然后我们赶紧就派人去 这个他们下车的这个点 又是铺开之后 然后找能够发现嫌疑人 踪迹的这些监控 警方发现在嫌疑人下车 这个点向北大概50米 有一个监控 监控显示 嫌疑人进了一个网吧 警方立即调去网吧监控 果然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看到他们进了一个巷子 进到巷子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敢激动 因为担心他们又是摆脱 想到他们这次没有 他们进的一个像是个网吧 然后进到网吧之后 我们终于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 看见了这两个人的正两 而且其中一个人是用他自己 本人的身份证办了一张会员卡 至此可以说就是这个系列强奸案 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这个也是我们破案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根据他穿的衣服 因为他后期12月份他整个就是一套衣服 没有更换衣服 特征比较明显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民警 在了解情况后 立即将所掌握的情况 以及视频信息传送回指挥部 这两个人 你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两个人 是你看他千百遍 正如寻他千百度都能干 你只要看见我们侦察员 其实做到最后做到哪一点 就看走过来两个人 就基本上都能端定是不是他 你看了哪太多了 看神了 我们当回话叫看神了 已经真的被他们已经搅到 真的正常生活都没办法生活了 醒来就是一件事 出去调查走访摸牌 回来一屁股坐那儿 就是看录像 警方对网吧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 得知两名嫌疑人经常来这里上网 而且网吧的工作人员 认识其中一位姓孙的嫌疑人 这个信息让办案民警 有了很大的信息 通过对网吧服务员的询问 网吧服务员表示 他能够认识其中一个 这个作案的嫌疑人 于是经过沟通 警方让网吧工作人员给嫌疑人发信息 约他出来见面 也互相都有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对这个电源做了这个思想工作 让这个电源就是以某种理由 把他约出来 然后这个嫌疑人当时也是答应了赴约 约了大概就是一小时后见面 为啥要约一小时后见面 一个就是为我们抓捕做个准备 因为这个地形的话 我们手上要熟悉 你不熟悉地形的话 抓捕的话 我们怕中间出现什么差错 所以我们首先 两种人先到这个现场 看了观察这个迹形 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抓捕方案 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信息 他们一个姓韩 一个姓孙 这两个人几乎每天都在网吧里度过 打游戏 吃饭睡觉 不见他们跟别人有什么往来 那么他们频繁地抢劫便利店的真正原因 是什么呢 随着侦查的一步步深入 嫌疑人的面目已经浮出水面 通过与网吧工作人员的配合 警方与嫌疑人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孙某会准时赴约吗 嫌疑人近在支持 能否顺利抓获 两个人不在一起 如何防止走漏风声 监控下的疯狂一线正在播出 警方立即对嫌疑人孙某赴约地进行布控 等待嫌疑人的出现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 就已经提前示好服了 报约一圈嘛 只要你进我们这个报约一圈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是我们的人 你就走不了了 然后在他赴约的过程中 正往那个目的地走的过程中 就把他给抓获了 看起来的 摆约след 好像就只要人家 小班 放开点 快 走 放开点 下去 乍铺以后 闲银人就接一个反应是 你们干啥呢 我们就给他谅成了身份 谅成了身份以后 他说你为啥抓我 我们就说 你前天干什么去了 你知道吗 他一听 说我知道 也就不反抗了 抓住嫌疑人孙某之后 警方立即对孙某进行询问 要求他说出 另一名嫌疑人所在的地方 据孙某说 另一名嫌疑人韩某 已经去了网搭 因为第二个嫌疑人 他是居屋定所 就整天就是在网吧 吃住 衣食住行 什么都是在网吧 抢完钱也是除了吃饭 抽烟 然后都去网吧上网了 然后我们就 赶紧去那个网吧 然后通过对那个网吧 所有当时在场上网的人 全部进行摸牌 很快 民警就在上网人员中 锁定了另外一名嫌疑人 韩某 这发现了以后 赶快就下午的情况 给我们代理领导 也说以后 我们这里领导说 实施抓捕吧 哎呀 把这两个嫌疑人抓获了 这里是我们通过我们 图征追踪的话 就是破获的第一起案子 到案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于最近一段时间里 疯狂抢劫便利店的 涉案事实 故人不会 我来自山南西安的时候 我朋友叫他我过来的嘛 过来后 我在他饭店帮忙 帮忙的话 无所谓 朋友的爸爸说我两句 两三句 哎呀 我能忍 可时间长了 他帮着他爸说话 我觉得没意思 我就出来工资他爸 给不给我都无所谓 我说朋友嘛 我就算我帮忙 他说行 我没拿工作 然后我自己在外面出来 出来后找工作又不好找 然后快到冬天了 穿着板袖有点冷 所以我就打击念头 那段时间很缺钱 嗯 那段时间我都不去找别人 我姐姐我也没去找过 我爸妈我根本不想打电话 据韩某自己辩解说 刚开始抢劫便利店 是因为辞职后生活困顿 然而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 连续作案 这显然不是他所谓的救急 应该是贪念吧 我觉得 抢完第一次 然后又不去 不想找工作 就是简单的来说 好吃的做 就不想出去了 刚抢了前出 每天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 能不能去哪 我喜欢比较玩游戏 我在网吧基本上 给网吧游戏买点装备 然后在网吧待着 这两个人的90%的时间 是泡在网吧里的 他们抢劫的这种犯罪所得 除了吃喝之外 就是网吧 他们甚至达到早上 就是晚上三点下机 凌晨三点下机 抢完之后 五点又上机 达到这种程度 那么 海马和孙某 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刚认识 最多有个十二三天嘛 两个星期都不到 然后他就教授我 就说让我和他一块去 然后说这个判得不重啊 怎么的 就是人家也不会报警啊 没事 就说让我和他一块去 对法律的漠视 对金钱的贪婪 再加上好意勿劳 让韩茂和孙某两个人 一拍即合 在涉嫌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个韩性嫌疑人吧 他是外地过来的 外地过来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一天一天也没有啥事做 就平时都上网打游戏 我后来对他的审问各方面 包括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吧 他就是没有钱花 就是能弄到钱就弄到钱 也没有想那么多 不客气 不客气 老 人